业西安南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敏,第十期的学员,第十一期的志愿者 那么我今天特别想提一下在大课中自己的转化 第一个就是,首先说是超能力这一块开始我是很排斥的 因为之前有过一些信息,所以头脑里就会有一个原来的认知 但是真正的去做了这个的,以前只是有信息,没有真正去做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真正的自己去体验了,你才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这个超能力显化真的很有趣,一个是它很有趣 另外它就是,它是一个强大的练习,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它其实是练习你跟师傅的连接 然后通过你的放空,通过你的意识的专注 连接到师傅,然后让师傅来简化 这种能力如果你练习的很多的话 如果你有了很多体验的话 那么在生活中它会对你的帮助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连接到师傅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情呢 然后就,当你真正的能去动那个苹果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真的好神奇啊 就是以前你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就这样 轻而易举的它就实现了 同时你还会有一种谦卑感 因为你知道外在宇宙的这个超大的能量体在哪里 就是外在是多么的广阔,我们有多么的渺小 那会有谦卑在这里 第二个特别大的转化呢 就是关系,亲密关系,父母的关系 还有前夫的孩子的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 这三大关系我突然的就是转化了太多了 因为我以前的其实我自己没有认识到 我以前的关系一直是不好的 我一直对他们是有排斥的 然后我就很羡慕那些能好好跟父母讲话的人 但是我从来都做不到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就认为他们一直在用语言来伤害我 特别是在瑜伽练习以后呢 我有了一些力量 我就更加的排斥他们 我觉得我不要你们这些负面影响 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师父的那一句话 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 是你自己内在的不圆满 然后就对我有甚深的触动 就是转化就瞬间的就完成了 然后我的瞬间 我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很好 我会主动给父母打电话 会关心他们 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跟我讲话 可是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还会反而还反过来去会去关照他们 然后我会有很大的力量想要去保护他们 这些在以前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关系转化以后我就觉得 就是生命会变得很舒畅 很喜悦 然后再说第三点特别大的一个转化 就是在生活中我会发现自己有了比以前不一样 就是我不会给自己很多的负面的想法 当我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 就突然会想到师父的那句话 我会没有的 然后所以我就会很有信心 在生活中我会很有信心 很积极的去面对事情 当我去积极的很有力量 很积极的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以前你会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现在变得很轻松 很轻松的你就会去完成它们 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理想 比如我想出一本绘本画册 可能我预计是两年来出 但是现在我已经把它计划到今年的冬天了 就是你会很快的去显化自己的愿望 然后生活中你会变得很顺畅 特别是就是即便是你有一点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你就去连接师父 你的内在马上就会生起美好 似乎一切的烦恼就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大课就是给我的生活的转化特别的大 我的生活会变得非常轻松喜悦 所以我希望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个大课 能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它里头信息太多了 我只吸收了一点点 对我的转化都这么大 所以我想一直能够上它的课 上这个课 一直能够去做志愿者工作 哇就想到这我就觉得很开心 好就说到